欢迎回到校尾谭军室 我是阿债 所谓欢迎主持人 施校尾先生 感谢各位观众持续追踪跟观赏 我们的校尾谭军室 校尾校尾 会员感谢您对我们频道持续帮助 那在各位会员的帮助下 真的至少还能够维持到 我们的会员频道 跟我们的频道运作 虽然我们现在是吃不太饱 但是也还不至于饿死 但是真的如果有各位更多的支持 我们会更感激大家 能够让我们的频道 从现在可能有点小小的minus 能够到打平 最后能够再有点多的plus的话 我们可以帮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那非会员真的还是要麻烦您 为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开小铃铛 最重要的广告出来的时候 短广告帮我们看完之外的长广告 也要帮我们看30秒 再按下留个广告 因为上次也是跟大家讲过 熊熊的五位数的点阅次数 换到的YouTube的广告分论 对不起 还不到10块美金 你知道吗 真的真的是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您看到点阅数 跟我们能够分到实际的广告分论 大概就是你的点阅数 后面删掉一个零 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 真的就是这样 对 然后那个币值是台币 对 而且币值是台币 所以真的是要请大家帮忙 谢谢 这很辛苦 不过呢 每次夏宇哥很凯切的请大家帮忙 我们真的不是在哭穷 确实是这样子 那我们节目呢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酣风引路 对不对 然后引天地 那个引天地之的精华 然后就可以成长 我跟RJ我们两个都不是那么便宜养 好不好 应该这样说吧 对 大家都还有家庭责任 对 好 夏宇哥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 这个M48H的升级 对 那M48H的升级呢 其实应该让我们所有在台湾关心军事的军迷来说 大家都有经验之感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的升级幅度不可畏不大 对 是一个很大幅度的升级 那夏宇哥这个program 我们要先从它的需求来开始讲 就是说 夏宇哥从我们现在M1A2T 已经在美国开始交车了 那么M60A3 也有这个升级的计划 那个动力包件都满进来了 对 那当时就有听说 可能部分的动力包件会拿来给M48H 这个是我们最先猜的 这个还真的是我们最先猜 对 我们最先猜到了 确实也猜到了 那可是呢 我们还是先讲一下 当时我记得我就问过夏宇哥说 夏宇哥M48H有升级的必要吗 那这里呢就想要请夏宇哥 首先从这个作战的需求来说 您认为M48H有升级的需求吗 我们看到现在俄乌冲突 那个战场上面来看 战甲车很诚实的说越多越好吧 你看那个俄罗斯T90打光了 然后打T72 T72也打的差不多 现在连那个 T80 T62 T64都拉出来了 去整一整然后再拿来用 后面如果那个T55再跑出来的话 我也不会觉得太意外 真的如果说当你这个 跟敌方的这个军事冲突 变成一个消耗战的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车子真的是越多越好 而且大家真的也不要以为 对岸跟我们不会玩消耗战这种事情 因为其实对于对岸来讲 从对岸角度来说 台湾今天跟大陆问题是国家分裂 他要去统一的问题 那当然现在台湾很多不这么认为 但是其实你如果说从整个 这个朝代的这个新 那个更迭的角度来看 从对方的角度来看 他当然认为他1949年要取代 这个中华民国政府 然后剩下一个台湾没有完全取代 那他当然要完全取代掉 他在中国历史的这个正统地位 才不会受到任何挑战 那个是 这个是他一定要做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这个时候 你如果说从他的角度来说 他在2049年10月1号下午3点以前 没有办法完成国家统一的话 那他怎么面对这个之后的问题 所以他一定会设法在这之前 要完成这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 其实因为我们国军也不是指胡的 国军也有经营多年的战力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 现在两岸之间 在值跟量的这个差异上越来越接近 应该说值越来越接近 但是量对方的这个数量非常的可观 所以就是说 如果当对对方不计一切代价 然后一定要完成国家统一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他很可能会一波一波又一波的 来让他的部队进行这样一个登陆作战 然后当然你会现在说 现在这个台海这个情势 你要发动这个两栖登陆作战 传统两栖登陆作战 或诺曼第四的这个登陆作战 根本不可能 但是如果说我们刚刚讲到 以他现在的这个作战 那个概念里面 他夺下台北港 又夺下了蛙子尾 甚至夺下了桃源机场之后 那时候的确 可能双方会面临一段 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像那个安齐奥困境 像安齐奥困境 二战的时候 当时那个盟军 攻击那个意大利的时候 对不对 他们其实在那个 安齐奥以南 对不对 拖了很久的时间 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后来在安齐奥登陆 然后而且在安齐奥登陆 还缠斗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才能够成功的 把这个德义联军 这个完全推到罗马以北 我刚刚意思就是说 如果好 他如果今天 他上来了 那你也赶不走 然后他一直圆圆的不断 这个把部队运送上来 的确 他的这个部队 可能也没有办法 在短时之境内 快速的扩张战果 或者我们如果说 换成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有点像那个 二战 那个 诺曼蒂登陆的时候 CAM的那个情况 就是在那个 诺曼蒂半岛南边的 那个CAM的那个 那个城市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 盟军可能要 先把 那个集结而来 不断地要试图 把盟军重新推下海的 这个德军消耗掉 那这时候 双方可能会一段时间的 这个消耗战 这个如果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 当对方不计一切代价 要这个完成对岸的 心目中的国家统一战争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 那对我们来讲 战车就必须要越多越好了 对不对 因为才有可能 经得起这种消耗嘛 对不对 然后而且因为 对岸的战车 其实性能 如果他们的战车能上来的话 他们对岸的战车 其实性能并不差哦 对 99大改 那其实甚至跟之前99 已经是完全一个 不一样的这个战车 而且今天我们当初 为什么要买到M1A2T 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对岸有99大改 而且如果对岸的99大改上来 目前可以很清楚的是 我们的M60A3跟M48H 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那当然你说改了以后 改进了这个瞄准系统 然后把车辆动力包件 彻底的修改以后 战场存活性会比现在好很多 那是奇异 但是你说对于我们来讲 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我们那时候看到 近来460个动力包件 然后盘点我们现在还有可能 留下来这个M60A3之后 那时候我们就在节目 有做过一个大胆的算猜测了 认为应该也是会把这个M48H 一并做那个性能提升 为什么 因为M48H至少车体 因为它当时M48H 这个生产的这个 那个那个这个 那个产生的这个过程很妙 就是它的这个车底盘 就是它的这个底盘 其实是M60的底盘 好那你既然现在M60的这个底盘 你要进行性能提升 要换掉这个动力包件 是不是其实也代表 当初我们的那个M48H 这个底盘的动力 应该也已经面临到 相同的老化问题了 所以好如果说你今天M48H 还要留下来的话 那当然是否也的确要 在这460套这个动力包件 要去做一个分配 一部分弄M60A3 一部分弄M48H 那当时其实后来也有人 比较不看好这个案子的 一个原因是 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刚刚讲 既然M48H是所谓的 M48混血战车 它其实很妙就是 它把原来M48的这个底盘拿掉了 M48底盘跟M60的底盘 最好分辨就是在它的车前方 M48是一个原 那个是一个有弧形的 M60是个平址的 你看那个地方就很清楚 你一看你就知道是 当初那个是CM122 就是是由这个M48A5 去装105炮的 还是后面这个CM11 它是用M60的底盘去弄 差别就在这里 这个时候我们刚讲到 原来的M48H 那个A5跟M48H 他们的共同问题是 他们都用了M48的炮塔 M48的炮塔就那个硅壳 它比M60的那个硅壳要小 对 真的是小 那个是谁啊 各位观众各位会员 那个就是铸铁 对 那个是铸的那个铸造的炮塔 也就是说 它其实有一个模在那边之后 然后再把那个中间有一个东西压下去以后 然后把那个中间之间的那个空隙灌满了那个铁 有点像是做那个汽车引擎水套的那个做法很像 就是铸造啦 就是铸造 台语说叫做生的啦 但是这种东西 各位观众各位会员 就是说 刚刚笑伟哥讲的非常的明白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知道说 M48H 其实它之所以还有一个需求的地方就是说 看起来陆军还需要这个数量 对 那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真的108辆的M1A2T全部服役 但是之前笑伟哥也说过 他预测说M1A2T可能会有一些留在美国做训练用 这个所以在台湾服役的数量可能不会这么多 大概100辆90辆到100辆左右 对 所以笑伟哥说这样看起来的话 是不是说 陆军还是需要整个主战车的规模 还是要在500台左右的这个主战车 对差不多 应该是我觉得需要这样一个规模才行 因为你从对岸角度来讲 他我们刚刚讲 他可能用多波次的这样不断的上来 因为他如果说能够夺下了这个台北港 而且让台北港恢复了这个运作之后 那这时候他的滚装轮就很可怕了 他的滚装轮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Rollarship 那所以也有人会问到说 诶笑伟哥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轻战车计划是怎么样 各位观众各位 轻战车计划我们之前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他其实是外导 他要取代外导使用的M41 M41D 对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 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 好那笑伟哥那我们从这个需求面来讲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 那这一次的M48的升级算是很大量的 而且范围其实可以说相当多 第一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动力的这个部分 其实动力的部分 他基本上还是用原来那颗750P引擎的马力的引擎 然后但是他后面的这个Dash有一些小改 那Dash的这个小改 其实也就代表就是说 他的引擎并没有升级到 所谓的1050P马力那个等级的引擎 那很多观众朋友就说 为什么不称这个时候升级呢 各位今天你这个M60A3要升级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升级到1050P马力的引擎 代表第一 他的引擎室的空间要增大 但是也就这样的话 如果这样的升级就会更动到他原先M60A3的底盘 因为你看像这个引擎这东西你要能够装进去 对不对 他那个引擎的这个包件的这个周边边边角角什么的 会跟他现在的引擎室是完全fit的 如果你变成一个更大颗的引擎 要么就要上面就要凸出来 对 然后或者屁股要伸出去 但这个时候你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那个以M60战车来讲 各位有没有想过他的散热在哪里 排烟跟散热在哪里 后面 对后面你看那个排热炸 排热炸 对都在那边 他的那个散热系统有四个那个散热器 两个是给引擎散热的 然后两个是给变速箱散热的 嗯哼 那如果说今天你的引擎长大了 引擎从750P变成1050P 是不是就代表你的散热器也要跟着长大 嗯对对对对 好那代表你车子就要撬出去咯 对 或者是说整个后面又拉得很长 对但是你看你现在的这种一般的这种做法 如果说你今天M60要做那个动力的这个性能包件提升的话 它其实是望上涨 它没有望后涨 一定是向上涨 但是望后涨的这个 望上涨的这个情况下 你其实就可能会让原先的炮塔的这个回转会有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是选择不换就是引擎方面是用新的引擎 但是是用原有的型号的小改款也就是说相对来说它还是可以原来塞进它原先的引擎舱里面 而且你说那你一样啊 你就可以改引擎舱后干嘛 对不起 这个引擎舱又很妙啊 就是你一个战车好能够载油的这个空间又很有限 它其实像M60这个战车当初它设计的时候 可以好装油的空间 其实跟战机有点像啊 对 就把这种结构油箱都已经运用到极致了 也就是说你看那个边边小小的那个什么咔咔的什么 都在塞油 都在塞油 对 其实都在塞油 所以那你说啊那油跟这个车引擎放那么近 你防火壁要做好啊 对不对 那你车子里面能跑那个在路上跑能用的空间就这么大 你不可能说你机台战车在前面跑后面还拖一个两轮那个油罐车在后面吧 这不可能吧 对 那真的很好笑 所以你的车一定要你的油一定要想办法内载 因为在战车来讲你油能够内载 相对来说也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保护嘛 对 才保护在你这个车身装甲里面嘛 对 才不会轻易的被人家用打火机一点就烧起来了嘛 是 对不对 所以好 那在这个情况下也就是说这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这次的这个M60也好 或M48H的这个升级也好 动力其实没有大改 还是维持原来750PE的这个马力 但是呢 呃你会发现当然引擎还是这个在后面的这个dash的小型号上面有改 因为你说啊这个经过了这个四五十年 这个引擎没有任何的改进 那也实在是太情何以堪了吧 对 但是呢整体来说 新的那个动力包件 就是新的这个引擎 是可以塞进 就是fit到原先M60A3的这个引擎舱 那也就是说M60A3的这个车底引擎舱 跟M48H车底引擎舱一模一样啊 所以那当然就用了嘛 那当然这次比较大的这个M48的这个变化 是在于它的这个这个炮塔 嗯 因为当初其实反对啊 那个或说认为M48不再具备这个升级这个空间的很大一个这个理由呢 也在于就是说M48的炮塔 为什么我们刚刚讲 你其实你本你如果在做35分界模型的时候啊 你把同样填工填工的M48这个战车拿出来 跟M60这个战车拿出来 你两颗炮塔拿出来摆在桌上一笔 你就发现谁大谁小 比大小的时候你就知道谁谁谁谁谁谁哪一个比较大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M48 因为它当时的确它这个铸造炮塔 因为为了要能够那个符合当时的这个817公报 美国技术输出的这个关系 所以呢它用了原先M48的炮塔 也就是说它呢 因为在当时美国给台湾的这个战车里面只有M48 我们在做永虎战车的时候背景是这样 我们在做永虎战车的时候还没有打波湾战争哦 也还没有波湾战车后剩余物资没有这回事 通通没有哦 各位千万不要忘记了 我在讲古一点点的时候呢 这个校伟哥就会跟大家讲一下 他去跟这个李杰明前纳使这个喝可乐的时候呢 李杰明前纳使会告诉他说 这个M48H这个永虎战车是怎么来的啦 对 那个故事就是很长的很长的一个想法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用M48H就说 对不起还没有M60A3后来那波湾战车剩余物资卖给台湾这种事情哦 所以好在这个情况下当时就是用M48的这个那个去规划 因为87公报嘛对不对 好那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这个泡塔数比较小 所以当然的确在那个规划M48H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的确用了更好的这个弹道计算机跟瞄准系统 来替换了原先M48战车的这个瞄准系统 所以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当初M48H在刚出来的时候 它的低发命中率比M60A3要好太多啦 为什么因为它的弹道计算机比较好嘛 但是各位别忘了从这个民国那个八十年代到现在 已经四十年汹涌四十年了对不对 三十多年了对抱歉三十多年 你这个弹道计算机也老了吧对不对 然后还有消失性伤员的问题 其实消失性伤员是最麻烦的 因为你说有时候常常我们的国军的这个问题是什么一回事呢 因为消失性伤员那你说消失性伤员就会变成会有很多代理商 跑来跟那个军方说我这个我有办法 哎那个我有办法啊这个我也有办法那个我有办法 但最后通通没有办法那个根治这个问题 对然后反而造成的经验多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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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次中科院好那个这次透过这样一个升级计划 其实是要把一整套还要计划未来留下来的M48 这个H战车的这个算是官苗也就是所有的这个官苗单道计算这个东西 一次给它整套换一个新的 整套换一个新的相对来说 你就可以去一次解决这个消失性伤员的问题 你等于说找一个新的这个承包商把这个或者说引进新的东西 把你所有东西通通换一换嘛 而且你整体一次通通换的这个东西 相对来说你也可以在这个机会里面取得比较多的零负料件的这个储备 然后呢未来预备未来的这个故障更换或那个故障这个维修的时候 有足够的这个料件可以来进行维修嘛 对对不对 那另外当然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消失性的商员 也就是说M48H经过这么多年 就是说反正就是当然啦 这些那个代理商也希望也等于说希望能够为国军解决问题创造一个双赢啦 但是也不可否认这么多年下来显然效果真的是不太好 要不然中科院不会在这一次的这个规划中要把这个部分一次解决 对 这是现实啦 是 所以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跟动呢 就是原先呢M48H这个炮塔转动方式 原本这个巴顿战车这个炮塔转动的这个部分呢 是用这个抑压也就是他这个他其实是用抑压马达 抑压马达他跟炮塔环接的时候他其实也还是有一个 马达会去转然后呢 但是相对来说他的那个左右好那个摇动的这个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 所以这一次呢好整云跑把这个抑压马达整个拆掉 然后换新的电动马达 他的这个速度呢就会比原先的抑压马达速度要快上非常多 就原先可能这样 对 变成这样 这个差异性就在战场上就差很多了 大家知道嘛 抑压的原理是这样子 你还是要等到那个压力到的时候他才会作动 对 那所以呢你等到他要到的时候呢 才能作动的时候那其实时间就过了 对 那现在用电动马达的话呢 其实效果这也是全世界MBT的趋势 趋势 就是我们刚刚讲嘛 你这个炮管是 嗯 嗯 跟嗯 对 这个差异就在这里 这真的差就很大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 如果真的面对到这个对岸 真的跟要发动 从北京的角度的这个国家统一战争的话 那这个时候 对于北京来说 他如果一旦这个过程启动 他是一定要做到100才行 也就是他这个就像 他们大多数人自己讲出来的话 叫做射出的舰没有回头路 嗯 因为 因为如果今天一旦 用这个 大家最不愿意见到的这个方式 去解决两岸之间 在政治上起义的时候 那对于北京来说是只有成功 不许失败 就是他 他有 他有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的压力 对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认知到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必须要好 那个 做好 可能甚至于跟他要有一段时间 那个持续作战 甚至于要在台湾的这个 西北部这一块 要进行一段时间 这个消耗战的这样一个心理准备 以及不管是心理上的准备 以及物质上准备都需要 这也是这一次军方他们认真考虑 就是M48H必须要去进行性能提升的一个主要员 因为你要应对后续的这个不断的消耗 而且你不断的这个消耗 我们刚刚讲 现在无人机 你看这些战车 上面装的这根鸟笼 铁窗等等 那也是治标 然后但是你要真正去解决的话 你还是要透过遥控武器战跟野战防空 去对来袭的这个无人机 能够去有效反之 那其实才是最好的办法 好 我们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笑语哥 非常精彩的讲述 我想这一集来讲M48H的这个升级 这应该是 我应该是讲得非常完整 那希望各位观众 各位会员喜欢 好 我们感谢笑语哥精彩的讲述 也非常谢谢 各位会员跟各位观众的参与 好 感谢各位观众持续追踪跟观赏 我们的笑语谈局 笑语 会员感谢您对我们频道的这个持续的帮助 那非会员 这个我们也要感谢 麻烦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为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开小铃铛 追踪广告出来的时候 短广告看完之外 紧接下来长广告 也帮我们看30秒 才能再按下略控广告 才能让我们去参加的YouTube 小小的广告分论计划 真的我不骗你 五位数的点阅次数 才能换到大概差不多 这个 三百块台币 就是十块美金左右的广告分论 对 这真的一点都不含糊 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帮我们分享 订阅 按铃铛 打点名嘴 我们下次见